我们月底之前 打个门 小心地上啊 嗯 可以 苏总对你一直是刚才那样 其实也还好啦 我只是觉得几年没见他 他变了好多了 不过也能理解 他就算看在过去的情分上 愿意帮花腾之地 现在难免也要考虑自身的利益 你们以后要是有什么矛盾 不要跟他起冲突 我来想办法 嗯 嗯 好的 走吧 叶南哥 叶南哥 你没事吧 清川 没事吧 怎么样 我没事 你看看叶南哥 快动了 怎么样 赶紧打电话 去救护车 来 来 来 要是连变中了 你这儿已经说了 你都不知道当时有多危险 他真的一点都没犹豫就向我扑过来了 你都说了情况危险 你们认识这么多年 他怎么可能不救你 那你说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有时候 我有时候觉得他喜欢我 我从小到大他都对我那么照顾 什么都移着我 但有时候我就觉得他只是把我当妹妹 可能是我自作多情了 你别想多了 他要是喜欢你肯定会告诉你的 等别人告诉我 可不是我的风格 如果不是四年前 早都表白了 明天是叶南哥生日 要不我干脆问个清楚吧 大不了被拒绝 我也好早点寻找我的下一处 青春 我这边进了个电话 我先不跟你说了 好 你忙吧 拜拜 我给你介绍一下 唐暖 我同班同学 也是我最好的闺蜜 这个呢是叶南哥 你们相互认识一下 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秦叶南 你好 我叫唐暖 2S 著名的投资专家 约翰·坦普尔顿 提出一盎司定律 表示 只要比正常多付出一点点 就能获得超出平常的成果 你认同这种观点吗 你认同这种观点吗 明明我才是最懂你的人 为什么你眼里永远只有宋青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再来一组 今天什么日子 三 连你都开始锻炼了 六 七 八 好 继续 行了 就你这小体能 顶多可以的十五分钟 瞧谁啊 坚持住 再来一组 加油 卷腹 卷腹不是这样做的啊 卷腹最重要的是 腹部收紧 核心发力 不要用到脖子和臂力 再试一试 走 去医院 你干嘛 你干嘛 卷腹部收紧 别大声说话 挺住啊 站在这儿 快快快 什么情况 摔山还是车祸 做卷腹的时候 撞到后脑勺了 撞个后脑勺 至于这么兴术动众 当然了 投尸人体最重要的地方 我都说了 不用这么大简小怪 行了 先安排个CT吧 好 宋青春 怪不得你这么紧张呢 你们什么时候 又纠缠在一起了 问题大吗 当然的 为了他 你不接我电话 周末不让我去你家 周一不陪我打球 周三放我鸽子 周五还比二也取消了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苏之念 谁知道你以后为了他 会不会跟我聚焦呢 我们的来往 有这么频繁吗 少转一话题 说 你们什么时候 开始同居的 两钟前 立刻让他搬走 他在你身边一天 就跟个定时炸弹一样 早晚不得安宁 好 恰恰相反 只有在他身边 我才能获得平静 平静 好 颜医生 宋伯父状态不错 治疗方案我已经确定了 不过有些地方 还需要宋小姐配合 可以啊 现在吗 你不是还有事吗 现在没病人 颜远医生 颜远医生 请来一趟急诊科 好吧 你们在这儿待一会儿 我一会儿收拾一下东西 等你们看完宋老先生 再和你们一块儿回去 住两天 你放心 我不会让他去我家的 你先回去吧 我陪会儿爸 好好坐着 别添乱 坐着 别添乱 苏总 我来吧 坐下 别动 老宋 这小子 好像也没有那么坏 是吧 对了 明天公司要是没有什么重要的安排 我想请个假 可以 我可能晚一点回来 或者不回来了 你不在家休息 难道还想夜不归宿啊 也难过生日 你不在家休息 宋青春 你干什么 楼下停水了 我就上来洗个脸 那你看够了没有 我没看 我什么怎么看